说不定还双规把他逮 逮到哪里去了 当初都邀请王金明 跟我们虚情假意 对啊 利用 我跟讲 我们讲不客气的话 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还以为真的是国民党 自己在那选啊 小餐的 共产党在选 共产党如果不同意这个候选人 不喜欢这个候选人 你们在那选半天 说不定还倒是会票连年 选不出来 今天在国民党 明天五月要改选的时候 那个候选人 如果共产党不喜欢 不同意的话 你看看他选得下去吗 选不下去的 王金明本来想说 借这次海峡论坛 你们一脚下去 回来声势大涨 然后五月参选 党主席 有机会 都希望去面前能得到加持 对啊 那现在王金明不能去了 我想他五月怎么选 表示说共和共产党 根本对你这个人选 不喜欢嘛 不然李鸿早就道歉 道歉那小事 那是共产党 那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就现在露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看周錫韦跟韩国瑜 周錫韦如果要选党主席 如果韩国瑜不力挺的话 他凭什么选 他怎么会当选 当然我的坑法跟靖平有些不一样 说他的孙大千 好啊 周錫韦不是那个意思 是说你周錫韦要审的时候 你必须要像韩国瑜这样在后面推你 然后台湾的政治 如果你没有妥协 没有交易的话 你怎么选得下去 你要答应韩国瑜什么东西 韩国瑜的那个千载男王 吴敦尼当主席 那再也没有机会了啦 那你周錫韦上来 是不是要承诺韩国瑜什么东西呢 二零二四你不要看二零二四 如果周錫韦当党主席 韩国瑜还真的有一波的机会 来来 施贤我们看 海峡论坛明年有可能 如靖平所说的 国民党不派员参加 有可能 看起来不是啊 因为党主席江启臣说 这杯咖啡虽然走位 我们要等待下一次的喝咖啡 期待明年 对啊 看起来这个国民党 还是积极的想要去嘛 我觉得国民党就就完蛋了啦 就就死掉了啦 这种被人家羞辱到这样子的程度 然后你们这些人爬也要爬去 然后要不然就是用视讯的方式 仍然要出席这场会议 可是这场会议汪洋就没有出席啊 就是他的重要性 人家就是看不起你啦 人家根本对岸没有在 没有在在乎你国民党 就羞辱你羞辱到这种程度 然后你还硬要来 所以台湾人瞧不起国民党 中国人也瞧不起国民党 那国民党还 接下去要怎么办呢 走到今年是不是最为不堪的一年 更何况你看哦 陈玉珍哦 陈玉珍到哪里都穿那个背心 上面有一个党灰 陈玉珍 你怎么不穿啊 你走到哪边都穿 你为什么在视讯的时候不穿呢 因为那个东西 有中华民国的图像意涵在里面 那所以国民党就是这个样子 通到对岸乖的 乖的像小狗一样 然后呢一天到晚对台湾人那边耀武扬威 然后说有啊有啊 我们还是要和平啊 我们还是要交流啊 如果我去我就会跟人家跟他们讲说 我们台湾怎样怎样啊 我们是九二公司一中各表 表啊 你表表看啊 你们这些人 拍的录影带哪一句话有表了 有没有表了什么东西 连那个背心都不敢穿都要脱掉 这就是被人家瞧不起嘛 那所以当国民党还得要回到台湾 进行选举 要台湾人的选票的时候 这些人的表现 他们不是影响到个人的选举 因为刚刚竟平有提到说 啊这些人可能都不选举 不是他影响的是整个国民党 你也会被拖累啦 所以要 所以国民党里面如果不克制这些人的行为 整个党就会往下沉沦 拿不到任何的选票 因为现在在台湾看待国民党的方式 就是啊就新党啊 就跟新党一样啊 新党化嘛 你们就一起一起赶着 眼巴巴的被人家羞辱完了 然后还要眼巴巴的去海峡论坛 然后海峡论坛人家瞧得起你吗 没有哦 人家讲的清清楚楚哦 一国两制哦 人家一个中国哦 台湾方案哦 人家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啦 你在这边自我节制 哎呀我们不要谈这些 我们我们这个要一中各表 没有 人家从来没跟你表过 而且人家在人家的场合 从来没有在 在含蓄 从来没有在客气 跟你讲他们的主张 是你自己不敢讲自己的主张 尽管你的主张在台湾 也没人要买单 但是你连这个主张都不敢讲 那所以你说国民党 是不是就完蛋了 死掉了啦 好再来关心中国军机 连日越过台海的中线 大规模军机逼近我国的领空 那我国军呢 最近已经将第一级 明确定义为自卫反极权 也就是说 如果中国军机在临战时期 已经对我方有攻击的意图 那第一线的作战人员 获得授权后 就可以开火应战 中国军机频频挑衅 闯进我国防空识别区 我国空军广播驱离 但面对对岸步步进逼 国军近期已经将第一级 明确定义为自卫反极权 过去国军第一级 在国防部长战机飞行员 执勤时必须严守战备规定 不得对中国军机开第一枪 但如今将第一级定义为自卫反极权 除了成平时期 遭敌军攻击可开火应战 如果到了临战时期 敌军有攻击意图 空军作战指挥部指挥官 就可以命令第一线战机飞行员 执行自卫反极 这一方面是让共军的压力提高 让解放军知道 你骚扰台湾擦枪走火的时候 我们国军一定会回击 那二方面呢 也让我们第一线的弟兄的安全 可以得到保障 免得一直原来要请示到 参谋总长国防部长 授权开火的话 这个作业流程每增加几秒 对于在空中在海上的 国军弟兄来讲 时间有时候是性命攸关 海海情势引张引发国际关注 美国前海军高官甚至预测 中国可能在美国大选后一周 趁乱扰台 中国可能的举动 美方早已规划防范 美军在9月中旬进行的 太平洋捍卫者2020两场联合演习中 以相隔8000公里的距离 模拟大跨度夺岛演习 并用远程火箭弹模拟攻击中国船舰 纽约时报报道 标题就写着 美国推动大规模对台军售 试图在大选前将川普描绘成 对中国态度强硬的人 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认为 对台湾的支持是在亚洲地区 建立更广泛的军事力量 以制衡中国的重要部分 台湾态度强硬 美国伸手支援 各种应变准备就是要告诉中国 武嚇台湾达不到目的 好我们看到中共军机呢 这两天接连的越界 甚至近逼到台湾只有68.5公里的一个地方 所以现在讨论到台湾第一集的时机 会是什么 但更让人关注的是 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最近针对 因为我们的总统跟美国的次卿克拉克会面 那环球时报竟然呛瞎说 这蔡英文玩火挑衅 如果违反中国的反分裂法 将挑起战争 蔡英文将被干掉 所以中国是要这个发动斩首行动吗 但是恐怕中国的习近平更担心被斩首 怎么说呢 因为在七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美军有针对伊朗的军事将领 发动斩首行动成功 同时我们就看到习近平做何反应 北京如何反应呢 因为那个时候习近平特别是 他前往去军方空军去视察 无人机的实验室 为了防止美国的斩首行动 中共领导人的安保的级别 也提升到史上最高 所以是习近平担心会被美军给斩首掉吗 来正好怎么看这样的最新发展呢 搞不好不只是美军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美国也要卖给我们台湾了 现在美国卖给我们这叫MQ-9无人机 MQ-9无人机最最最重要的战机 什么今年年初的时候 伊朗的第二号头目叫苏莱曼尼 他的吉普车军用吉普车在路上开的时候 忽然地狱火飞弹从他吉普车的后床钻进来 他不是炸旁边也不是炸车 是从后面窗钻进来打到苏莱曼尼 然后苏莱曼尼非常非常精准 他精准度是在50公分以内 打进去后苏莱曼尼只剩一根手指头 还有他的戒指 得以确认那是苏莱曼尼 这件事情让人家发现说苏莱曼尼的状况 让人家发现说 他这MQ-9叫做什么 叫做真打一体 什么叫真打一体 就是说我可以侦查又可以打击 这个MQ-9无人机在那一次一战成名 那非常多的国家都想要 因为太好用 他所谓侦查有什么 第一个可以反潜 然后侦查可以监控 他多了一个跟一般的无人机 不相当他还可以反潜 而且是夜间侦查 那打是什么刚刚讲的吗 他可以装所谓的地狱火 就可以地面打击 然后可以地面狙击 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 非常非常想要这件事 想要这个MQ-9的无人机 那台湾拿到之后 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人家都说我们台湾已经有铺路爪雷达 铺路爪雷达不是可以看好几千公里以外的 一颗棒球吗 抱歉 雷达的基本原理就是 你看远就不能看近 你看近就不能看远 因为它会有个仰角射出去 所以说对台湾来说 到底有我们台湾沿海的24小时 尤其是深夜 谁来帮台湾做深夜附近的侦查 MQ-9无人机 这个东西可以做到 而且对台湾来说 这个无人机 我们就像打电动玩具一样 我们不用真的在飞机上面 我们就在遥远的指挥中心 类似一个机舱那种VR的视讯里面 然后你进去之后 大家就打电动玩具 然后看看 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说 24小时巡航 对台湾飞行员来说 压力减轻非常 所以你刚才提到那个地狱火 你说习近平知道了 会不会紧张 当然会紧张啊 所以你看哦 现在习近平对于中国来说 他的演习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跑到蛮远的 像之前我们台湾西南沿海演习 有另外一种叫内海型的演习 比如他在浙江这边 连云港这边浙江 还有连云港啊 还有说什么渤海湾这边演习 像你现在只要看到 中国在包含浙江这边 还有在渤海湾这边的演习 基本上那都叫做防御型的演习 什么意思呢 我虽然是演习啊 然后也有演习科目 可是我大量的 包含军舰 包含我们神盾级 包含我们陆军在沿海这边集结 其实要干嘛 守卫北京 因为渤海湾进去就是北京 然后浙江这边守卫什么 守卫上海 就这边北京跟上海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 非常说中国演习 大家都内说到内玩 然后我们都笑他说 你根本不敢出港 没有 他不是不敢出港 就是他这演习本身的任务 就不是在于演习 在于防卫精神或防卫上海 那这件事情来了 这个东西对习近平来说 他后来不去参观 那无人机的研发中心吗 习近平特别说要加强 这个中国无人机的研发 很简单 因为下个世代是无人机的战争 没有什么缠斗 中国现在没有像美国这种武器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才要研发而已 中国现在还在追F35的隐形战斗机 他希望他的歼20可以做到 像F35一样有隐形的功能 可抱歉 F35的隐形功能 对美国来说 抱歉老皇帝了 他未来美国对于战争的想象是什么 一台F35在空中 他不负责打架 他只是一个资讯的收集平台 为什么 因为他隐形 他可以深入敌因 然后可以知道所有参数 收集平台之后 把所有数据资料链 往后送死来接收 现在美国科技可以做到是F16V来接收 这台湾也有 也要卖给台湾了 这就是美日联防 美日台联防最基本的概念 F16V可以 可是下一个是什么 如果是无人机 疗机 如果他旁边F35旁边 所有疗机都是无人机 你可以想象 那无人机第一个 根本没有什么怕不怕死的问题 那无人机又非常非常便宜 F35每小时的飞行成本是4.4万美金 差不多130几万 40几万台币 那在烧钱 每小时飞行成本 就有钱加维修 可是MQ9每小时的飞行成本 是649块美金 他这么多 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未来美国对战争 想定是一台F35旁边 大量的MQ9 当作他的疗机 然后在MQ9上面装 所谓的空对空的飞弹 即便我一台跟你换一台 对美国来说都划算 所以说这个未来想定也在这边 可问题是中国完全没有这个技术 中国无人机完全跟不上 所以习近平才会下圣子 才特别去跟他们无人机的研发中心说 未来中国要加紧脚步 做所谓无人机的研发 因为美国已经在做下个世代战争准备 而中国完全都在前一个世代 重点来了 我刚讲那些东西 包含F16V 包含MQ9 包含我们最近讨论非常多 海马斯火箭套 这些东西美国都要败给台湾 为什么就像我前面讲的 在整个印太大架构中 把台湾视为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不是说因为你是我伙伴 所以我给你很多好东西 不是 而是整个第一岛链 如果台湾守不住的话 第一岛链都断了 台湾这边如果被中国占领下来 往北打日本 往南打东斜 第一岛链都被突破 第二岛链的关岛也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在战略价值上 美国非得要有计划 帮台湾战争的武力提升 所以这就是台湾说是千载 可是现在共军现在是一直在禁逼 他是要逼台湾做第一级 做第一次的攻击吗 是这样子吗 这个我来解释 很多人都说 看到新闻说 我们国军弄了所谓自卫反击权 是不是我们不敢打仗了 抱歉 自卫反击权是给我们第一线的官兵 更大的权力去做所谓第一级 让他们自己决定吗 我这样讲 原本的 他原本SOP是这样的 第一个大前提是第一个 对方要打第一级 第二个我们被承受第一级 对我们先被打到 由国防部下令 我们才能去做反击 可是现在两个都解开了 第一个是 我们只要看到对方有集结 而且锁定台湾 这个要件就成功了 然后谁下令的 也不用到国防部部长 直接到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下令就可以 也有可能是空军参谋所长 但也有可能这指挥官是国防部在里面 不知道 但是只要当下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 坐在那边决定就可以反击 这都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对我们国军来说 信心比较十足 就好像警察一样 你哪有规定警察说 你要被歹徒开一枪 你才可以反击 我还要向上警示说可被反击 第一个我要警察 假设想像 我要先被歹徒开第一枪 开第一枪 我要打无限电 我要反击 我要反击 这对国军来说太绑手绑脚 没有现在给了国军一些裁量权 就是你发现对方要对你攻击 你就可以先打 这对国军来说士气很重要 第二个是在国际法上 大家在战争的时候都会问 谁开第一枪 通常开第一枪都错 可是问题是我们定位的智慧反击权 这智慧反击权也有个想定 就是在我们的十二海里 就是在我们领空或领海范围内 简单讲 等于是你到我家 我当然要对你反击啊 所以这东西是在国际法上 或者是未来要发动战争的时候 我们台湾要站得住脚 这智慧反击权对台湾来说很重要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智慧反击权是台湾 绑手绑脚不敢做 没有 刚好相反 跟着名称刚好相反 对台湾来的国军来说 有更大火力 的确现在的台美中三方的关系 其实不光是说 台海有可能兵凶战危 现在美中的外交关系也降级了 因为他们的 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都已经离任了 所以在外交关系降级的情况之下 最早会演变到什么程度呢 来简单的了解 因为现在中国恐怕也担心 如果这个断交 甚至有可能 中美有可能进行到交战的程度吗 中美有没有进行到交战程度 这件事情 中国可能在看美国的动作 你可以看到非常 非常这个诧异的事情 是中国的环球时报 跟多媒体直接在 还有包括王毅在内 多次宣称 美国在这个南海 有执行将近三千价次的一个 一个进行这个巡防 包括你可以见到 不论是海军的E8 或者是最新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EP3等等 还有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 这个RCE35S 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 电针机 侦察机 反潜机 在我们台湾 一直不断的一个流动 甚至最近还看到一个方向 就是中国从这个福建 还有广东飞过来方向的时候呢 那美国呢 派两台侦察机呢 逆向往上走 而且还走的这个形态 还像一只手枪 这手枪的口是对象 福建跟广东 所以就看出来这件事情 到底是美国比较担心 还是中国比较担心呢 答案就已经揭晓了 上次有在节目上就披露嘛 他说他们事实上派的飞机 往我们西南沿岸这个进行 可是同时间他们在他们机场 还有港口做的是更多防御型的攻击 包括反雷达的这个侦测啊 还有当时战争发生的时候 如何第一时间能够保存他们的战力啊 等等看出来结果事情 似乎他们的动作是比较担心被攻击啊 所以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在看到八月份的时候 当双方不论在波海 东海南海 或者是在太平洋做军演的时候 美方跟中方的时候 中国很罕见的说话 我们没有第一集哦 我们先回应一下 这个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哦 叫做就是对于所谓的智慧环境 这件事情感到很多的疑惑 我们这么说一句话 其实在战术上面 我们看到军事专家 现在都已经讲清楚 现在战争里面只有两种 一种先制攻击 先制攻击就是我要打了 就是我已经下令 我要开始攻击发起线 不论是我发射火弹火箭 还是来自海地陆空的攻击 那叫先制攻击 那先制攻击 我们台湾是绝对不可能做的嘛 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防御型的 好那先制攻击 另外一个就是还击 你对我攻击我叫还击 那么早前我们的还击 定义是当你攻击的时候 先打电话给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最终的 最高指挥部队 对不起 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几颗子弹了 所以他的做法是 当你对我攻击的时候 我第一个当然先射热导引弹 好让这飞弹能够衍生 直接避开 接下来我们就立刻攻击 所以这些作战的方式 其实都已经确认了 所以你会看到最近我们看到说 我们飞机上去的时候 竟然攜带是中程飞弹 这摆明一件事情 如果你敢对我攻击我的辽机 我所有的这飞机在飞空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跟你做决战的动作 中程飞弹就射出去了 所以整体而言来说 到底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方向 是怎么比拟呢 美国就讲摆明了一件事情嘛 像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八月九月的时候 中国要执行练习这个 就是八月份的时候 他要执行所谓的夺岛的 这个演练就是要通杀群岛的时候 其实美方现在连续性两次 做夺岛的演练 那你知道到底谁比较害怕夺岛 是台湾还是这个中国 恐怕是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在南海里面 至少建置了三个岛屿 这岛屿下的大资本里面 也有他们重要的军事跟国防 所以美国的太平洋军队的总是 就讲过一句话 我们是有夺岛的实战经验 其实摆明就讲这句话 这句话一讲完之后不得了了 中国说就说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要夺岛的一个计划 所以已经以目前来看 当然说的气氛显示 是川普求战 中国是要避战 所以他们不断在西南方面做军演的时候 但是我的军力才存在 郭东哥怎么看 因为现在我们说美中台三方关系 看起来是剑拔弩张 但其实真正会这个比较担心的 会是中国吗 我们看到现在也美国都要进行夺岛演习 模拟攻击中国船舰 所以是不是中国揣在等 你想想看 如果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都已经辞职回美国了 一般来讲 这就等于就是开战前的这个外交的先生 已经都做出这个样子 当然双方已经剑拔弩 已经都非常紧张 蹦在这里了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国安会议 能够做出最高的这个战备的规定 叫做自卫缓击权 这个就是有一点 不但是军事上的这个提升 甚至在外交上 我们也是宣告 我们不会主动去做第一级的 是你中国那边 如果做出不友善的这个攻击的话 我们这边就要自卫了 我们就要缓急了 我们一缓急的话 我那个事情就大了 为什么 因为日本韩国台湾 菲律宾这是第一岛链嘛 我们这一块 如果一打起来一缓急的话 美国是必要出手的嘛 他不是你在那里演习演假的啊 那什么时候要怎么判断 这个就是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 我刚才讲不只是军事上宣告 你在政治上等于也是宣告了 给中国看 你如果继续这样文攻武嚇的话 你如果擦枪走火 你做出第一级 那我们势必要缓急了 我们不可能说束手 也不可能像马英九讲的 首战及中战 现在的战争已经不像我们以前那样想法了 现在打到最后 觉得是两败即伤的嘛 哪里说你全部 一下子就全部都被你打败了 而且重点是他们飞机一直飞过来 不是我们飞过去哦 对不对 我们除了我们刚刚讲我们的军事武器已经提升了 可以做这些缓急了 那美国的这么久的长期的在这里演习 他会不做出动作出来 如果不做出动作出来 那完蛋了 整个印太整个全部都 这条 这环卫性整个都要垮掉 所以不可能嘛 所以现在等于是双方都要打这种政治的这种战争 你说谁会先下手 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说你不断这样的吵醒 如果你控制不是你 精神上的这种吵醒的话 你也不会就